接著來到27題,27題也很值得說說 有兩樣東西要教,A part和B part 先說A part,不應該先是題目 題目就說,現在有杯,裡面已經有果汁 而這些果汁是佔整個杯容量的48% A part 現在叫你計算杯的容量 如果你是深水晶的話,就知道這個杯,有些橙汁 假設橙汁是綠色的,綠橙汁 OK,留意題目現在給你的字 120ml的果汁,而這個果汁佔48% 這兩個數字其實都是形容這支綠色的橙汁 我叫你找的是杯容量 我給了部分的橙汁有多少 我再說這部分是多少% 我叫你求全部有多少個 再說一次的分別 之前我給你全部的,叫你找部分有多少 例如全班裡面有多少個男人 今次調轉,我給你其中一部分的小數 叫你找一個總數給我 所以這類數就是剛剛好之前的調轉 之前是全部找部分 今次是部分找全部 如果用之前的顏色,我們可以計算數 假設全部有X 我們今次用未知數 全部X 乘以48% 就會等於部分 120ml 接著就是解方程 把這塊不要的 送給對面的相反 乘以48% 相反就是 除48% 這樣計算是可以的 不過記得 即使有未知數 你需要寫切那句 還有最後要寫回答句 這個是最正宗的做法 但你會發現每次做 都要寫很多字 而且都很相似 你最後要寫完之後 調到一旁 不如我每次只寫這句 可以嗎? 其實可以的 你想想 我一定說250 乘一個percentage 就會變成120 反過來 我120 我要還原它 那我便是做回 之前的東西的相反 我乘過一個數 我便除了那個數 去還原 變回全部 這是第一件事 除法是說一個 還原的想法 有部分 還原做全部 其次 我們希望部分的數位 是比較小 即是出來的答案 要是大一點 之前也有說 如果它叫你求百分數 就是給你兩個數字 要把它組成分數 成100% 如果它給你一個百分數 一定會是那個數字 成或除了百分數 如果我要數字 小了 即是找部分 就成個百分數 整細它 今次如果我們希望 找到一個大一點的數字 很簡單 反過來 除一個小 小的百分數 即是除一個零點幾的數 數 應該會大了 即是兩個想法都可以 但重點就是 如果我是 部分 找回全部 今次 我們直接用除法 寫的方法也很簡單 就是把120 除48 百分數 等於250 就可以了 記住 記住 答案有單位 好 這就是 這課 學的 第三項 我們學了三項 我們學了三項 求百分數 我給你全部 找回部分 還有 我給你全部 找回全部 給我 請你留意題目 問你什麼 再用對應的方法去做 好 到B part B part 又是另一類很特別的題目 試解釋你的答案 基本上 你在每一課裡 都有機會遇到這類的題目 剛巧 在這裏遇到 但這課工作址 只有這題那麼多 我又示範一次做給你看 一個很標準的解釋 先看題目 當我們求完那個容量之後 它說 如果把果汁倒進杯裡 它會不會滴出來 那你要知道為什麼會滴出來 如果我果汁太多 比容量多 它就會滴出來 如果我果汁很少 比容量少 或者剛好等於容量 它就不會滴出來 所以第一步 我們要計算 就是要計算 我們有多少果汁 今次果汁很容易 就是原本 再加回新的 就等於270個 ML油單位 這是第一部分 我們要計算 第二部分 我們就說 為什麼它會滴 為什麼它不滴 因為它多過或者少過我們的容量 所以現在要很清楚 寫給人知道 究竟是多過還是少過 它的比較 就是跟杯的容量做比較 所以今次我們多過杯的容量 就是杯裝不完 這個叫第二步 我們做一個比較 一定要寫清楚 究竟是大過 等於還是小過 這三樣東西 其中一樣 一定要寫出來 好 最後 我們就寫 最簡單的 就是總結 究竟現在會還是不會 所以今次會日出 說多一次 每一次做試解釋你的答案題目 其實它都是分了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 題目有些數要來計算 例如今次 就是計算新的果汁有多少 之後 問你會不會日出 即是叫你跟某些東西做比較 比較在數學上的意思 即是 大個等於或者小個某個數字 通常都是跟之前的題目有關 之後 最後 最後 比較後 再回答題 寫文字 會還是不會